好这个消息很多民众听了吓一大跳 美国瘦肉精牛肉呢 政府还没有放行对不对 不过大卖场贩售的美国冷冻牛肋条 居然被验出呢 含有瘦肉精培离1.11ppb 民众听到这个消息 现在很多人都人心惶惶 而卖场现在也将同批号的美国牛肋条 送一眼检查 进一步了解状况 琳琳买目的牛肉放在家上 不少民众趁着假日一早来选购 不过大卖场贩售的美国冷冻牛肋条 被验出含有瘦肉精培离 让民众全都人心惶惶 希望他们可以多检测吧 然后暂时短时间应该不会食用 瘦肉精的牛肉会不会担心 会啊我们也会啊 所以就少吃就对了 美国冷冻牛肋条被验出含有培离1.11ppb 卖场也将同批美国牛肋条送业 并且下架处理 架上放置牛肋条的位置一早全清空 其实美牛有没有含有瘦肉精 可以自行实验看看 将买回来的牛肉可以先挤出几滴肉汁 滴在快速检验板上 如果出现两条线 就是不含瘦肉精的阴性反应 但是低下几滴含有培离的瘦肉精 却是呈现只有一条线的阳性反应 有一些肉的话 它可能它的 就是瘦肉比例比较高 肥肉比例比较少 那可能就是可能要怀疑 根据国外显示研究 如果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使用到含有培离的肉品 会引发心肌心肌梗塞等 多半含有瘦肉精的部位 多在牛的干部或者肌肉 容量最多 但目前国内不准 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运输来台湾 会认处强调 应该先将有问题的牛肉下架 等检验没问题 才能再上架贩售 终于新闻林东民 红树园台北 天方报道